历史胖子路易被称为圣丹尼之王 他受到了圣丹尼修道 愿苏泽的无价支持与教堂的精神庇护 王室的威望与君主的地位大大提升了 圣丹尼教堂一再重建 他曾是加洛林王朝批评的受洗之地 而来自卡佩王朝则成为法国王室的陵园 12世纪这里创造了法兰克人最伟大的艺术作品 科德式建筑 这种代表了现代性意识的新风格 由此风靡欧洲 这种风格更加符合神学原理与个体的宗教体验 通过感觉人们可以到达预期的神圣 可以说这一切都是圣丹尼崇拜的文化结果 法国卡佩王朝历经图治 从一个小小的法兰西岛发展成为 有庞大的行政体系的中央集权的大国 尊严王菲利普二世将巴黎变成了法国王室真正的首都 政府永久